本期节目 战胜了赛会7号种子杜上拉约围棋世界排名第66位 晋级男单16强 由于扣除了去年同期挑战赛的80个积分 张志珍的及时排名又有了大幅跌落 晋级16强后 张志珍将斩获20个ATP积分和9880欧元奖金 其ATP积分达到了677分 及时排名第84位 下一轮 张志珍将迎战持外卡出战的前大满贯冠军多米尼克蒂姆 世界排名第116位 这位本土宠儿在首轮比赛中 以2比07比67比6的比分 击败了从资格赛突围的阿根廷选手法昆多巴格尼斯 世界排名第135位 锦号 头条创作挑战赛锦号 锦号 挑战30天在头条写日记锦号 锦号 张志珍锦号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 请不吝点赞订阅